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很想试这间便当店 因为它主打家的便当味道和新鲜的蔬菜 然后就去南口前边 这个的1号巴士站 等这一格来回各自只有5班的奶居线巴士 去今天最后两个目的地 沙尼岛和赖湖大桥纪念公园 上车就拿整理券 打大约20分钟 就在沙尼岛万叶汇馆下车 下车之后继续向前走到分叉路 然后转左 就会看到沙尼岛的沙滩 沙尼岛本身是一个岛 但是1967年因为填海 所以现在就和乡村原本土相连 这里比较少游客 而网上介绍也不多 硬度了每三年一度的 就是大户内国际艺术祭 和暑假呢 这里就会变得非常热闹 而我来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在网上看 沙滩很漂亮 而真实是 嗯 都挺漂亮 和很舒服的 如果不踩上石坡的话 一踩上石坡 就会看到有不少的残屎和垃圾 但之后再看回 原来海之家那边 才是网上最常见 最想去的地方 那再向前走呢 就会看到 版出示万页会馆 不过进去这里呢 要先预约的 所以呢 我就没进去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很想和X先生 一起来这里拍照 和发牛豆 在沙尼岛逗留半个钟之后呢 就走了 其实沙尼岛呢 都有不少的历史遗迹 不过呢 我就不走去那边看 如果想在沙尼岛搭巴士 翻版出站呢 可以在下车对面 这个位置等巴士 这里呢 有一个位于丛林里面的 金都比罗神社 不过 天色已沾沉 好像呢 有点危险 所以呢 我也是不上去了 哈哈哈 靠左走回到大马路 然后转左 向着摩天塔的方向继续走 而右边呢 就是对四个非常重要的 賴户大桥 一边走 一边望着賴户大桥 心里面呢 有个疑问 咦 为什么大桥两边的结构是不同的 所以呢 我就带着这个移民呢 去到賴户大桥纪念公园 看到石牌呢 就转左 会看到东面的停车场 就转左 就转左 再向前走呢 就看到有不少同业的公园啦 賴户大桥纪念公园呢 賴户大桥纪念公园呢 是为了纪念日本二十世纪的最大工程 賴户大桥的完成和开通 而建成的 这里有十点二公顶 就是大约十四个足球场 那么大 公园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设施 适合一家大小之外呢 更好欢迎小动物 由小到大呢 我都很喜欢玩这些 那么大型的游乐设施 所以呢 就上了这个 体验桥的空中移动感觉 和模仪架桥公事现场的賴户梦桥 但最重要呢 就是这里很高啊 可以平时红叶 公园里面呢 有五个石造的圆统型建筑物 是象征四个骗路的八十八番零所 公园其中一个最具代表的设施呢 就是这个高108米 可以将賴户内海的美景 尽收硬底的賴户大桥塔 不过呢 我想留下一次和S先生一起来 才再上去 之后走右边 可以见到和四国村一样 都是由楼镇知市制作的 石造观景池 崩栗林 这个池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五十米幅的瀑布中间 有一条神秘的隧道 看到个小朋友跑得那么开心呢 我就跟着了进去 而在池中间所见的风景呢 是更加美的 相信这个池呢 对小朋友来说 都是非常之安全的 因为水深呢 只有30cm 那当然 有家长陪同呢 就更加安全 而隧道里面呢 都挺暗的 幸好这条路就不太闪 在这条路上 出到去上楼梯 再看回头呢 真的要不禁赞叹 这个池呢 真是做得好漂亮 而前面这只石狮子呢 就是赖湖内海的守护神 之后呢 就去公园里面 另外一个最具代表的设施 赖湖大桥纪念馆 一进去呢 就见到整个乡村圆的地图 真的太帅了 很希望有一天呢 可以去走所有赖湖内海的地图 真是好希望有一天呢 可以去所有赖湖内海的赌址了 真是好希望有一天呢 可以去到所有赖湖内海的赌址了 cuse no suchoorable 而這幾格就是大橋未建好之前 來往四國和本州的船模型 那湖大橋的證明是那湖中央自動車道 早在1889年鄉村縣議會議員大九寶臣之城 提議要建一座連接本州和四國的橋 但當時他的意見被視為不切實際 直至1955年發生紫雲苑事故造成過百學和過生 那湖大橋的建議被拿出來 但他再因石油危機 最後要延遲到1978年10月10日才施工 花了九年半時間和大約一兆1200億元的建造費 終於在1988年4月10日正式通車 那湖大橋全場總共13.1公里 被譽為世界上最長的鐵路道路兵用橋 是第一條來往四國本州的大橋 亦是目前唯一一條來往本州四國的鐵道路線 那湖大橋連接了江山縣倉敷市的移島 和鄉村縣的坂出市 中間橫跨鹽寶豬島五個島嶼 因為每個島嶼地基、結構環境等不同因素關係 所以那湖大橋海峽部分由三種不同 總共六條橋樑連接二成 也解釋了剛才我的疑問 雖然那湖大橋的建造費非常昂貴 但起橋時所用的海底無線爆破技術是世界首創 起橋時用的船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 而且那湖大橋可以承受每秒66公尺的風速 和可能每一百年發生一次的八級南海大地震 即是今年造成強大破壞的颱風 天鴿的風力亦都承受得到 而最重要的是 以往來往本州和四國要超過兩小時 現在只需要40分鐘 絕對不只是快10分鐘那麼少 亦都因此促進了四國當地的經濟和文化 真心覺得好像賴湖大橋這些 真正改善到市民生活質素和安危的 才稱得上真正的記憲 不過最後我走不完紀念館了 因為日落的光線穿過玻璃 提醒了我要去欣賞日落 難得在無人的情況下 嘗試第一次拍timelapse 不過失敗了 無人的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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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失敗了成功之母 之後我會愈拍愈好 欣賞多一陣日落 就找巴士站準備回去 巴士上下車的位置是不同的 剛才經過的東面停車場 就是下車的位置 而上車番板出站 是要去到北面停車場 而在秋冬的日之離 黃昏和尾班車的時間 會相距超過一個小時 而且還要邊吹風邊等巴士 環境還是很暗很暗的 所以我會推薦大家自家遊來 假如大家有車牌的話 不過告訴大家 其實我只是走了整個公園 一半多一點的範圍 有很多很漂亮的拍照位 但是我還是沒有去到 等了一個小時 巴士終於到了 巴士司機超有心 雖然我的日文非常有限 但在我上車的時候 聽到他說原來我在這裡 下車的時候跟我聊了一會 說因為平時很少遊客 所以特別記得我 也很歡迎我再來 超感動 也因為他的好客 所以板出站在我心裡 留了一個很美好的印象